祝我們大家午安 非常高興今天大家在擺王之中的歌歷雲 我們這個會場給我們做一個指導 我們因為兩岸的交往的頻繁 再加上我們的亞太地區 都是我們華人聚集的地方非常多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把我們的中華文化 能夠徬徨開展 而且五千年的歷史的傳承 我們希望由我們的這個協會能夠做一個 發揚光大的一個領先的工作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把我們全省的市民 精英都請到這裡來 希望各位做一個代表任務 能夠回到我們的工作的崗位的話 可以繼續的來把我們這些中華文化 能夠發揚開展 那麼我們今天能夠今天起來 我們準備做一個亞太華人的這個 慈喊人教經貿交流協會的一個 第一次的籌備會 那在這個第一次籌備會裡面 我們一共要經過三次籌備會 才能夠向內政部來申請這樣的一個 協會的成立 那麼因為第一次聯絡方面有一些疏忽 那所以今天能夠出席的人 沒有預期的效果這麼好 但我相信還有第三次 我希望在這個後面的兩次的這個 我們的籌備會當中 大家可以再邀請我們的好朋友 或者是對我們社會工作 社會公益活動有興趣 然後願意奉獻心力的話 我們希望我們再邀請我們的好朋友 來一起來參加這樣的一個盛會 那麼今後呢 我們當然會借眾各位的長才 不管是在 比方說公關 或者是會的組織 或者是各項的交易 現在下來真的有 教育經濟貿易文化 教育還有我們的慈善 慈善的工作團體 宗教的團體 我們都希望大家有共識 能夠結合我們大家的力量 來及時廣益 然後來讓我們這個社會大鴻爐 做一個自我的訓練 然後讓我們大家一起來追求卓越 追求成功 那麼今天我們簡單的歡迎各位 來能夠到這邊來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就是說希望大家有任何的意見 都可以在這個場合裡面 大家一起來很輕鬆的 狀況下 都大家互相的來討論來報告 那待會兒呢 今天也很高興那個張先生 也從彰化 那還有龍先生 也在這個籌備的工作上 做了活的工作 那我們每一位其實都是我們的精英 還有我們的高記者 我們的王總監 還有我們的阿利安侯先生 賴小姐 天宗來人先生 還有我們的蘇花江 還有我們的黃小姐 還有蘇小姐 還有我們的王關主任 許蓬佛跟許先生 然後他們先抗禮 還有我們的遊褲 所以我們麻雀最小 我們這樣拒絕 我們希望能夠大家做一個整合 將來我們的力量會非常的大 所以這樣的power 我希望能夠響應到我們的全社會 每一個團體 每一個角落 那希望在這裡大家 對我們不要有任何的吝嗇跟客氣 可以給我們非常多的指導 那待會兒我們可以輕鬆一點 那麼希望我們的攝影媒體 我們每一個製作人 我們的陳先生 對我們的抱攝 真的也是不遺餘的奉獻很多 他出錢出力 然後做很多的媒體的這個傳送 跟我們的整個工作 如果大家以後 在你們的市場上 我們一定要做媒體的介紹 做整個的人生的一個專題的報導 我們都可以大家以後都是家人一個會員 希望能夠大家互相幫助 奉獻大家的力量 那麼在這裡就祝我們今天 今天是大家思綜一下 希望能夠到處置 謝謝大家 謝謝 民事長 福先生 各位今天的夥伴 大家好 很高興 由我们的喜先生的引进 跟完社长的论事 那接下来就是接了一个 亚太华人至善文教经贸协会 因为这个协会 只是我在评估起来 是反好的一个协会 我常讲要加什么会 就是要加入最好的一个会 那我们这个经贸协会 往后是会接到很多的一些 所要的会对外的贸易这个器材 去实行这个论路 那今天因为我最近也是比较吧 所以我所引进的各县市的那个轮廉都没到 因为我没有联系 所以有的人是忘记了 有的人是说刚好是礼拜一时间上的匆忙 那没办法过来 但是下一次我们要找个比较空档的时间 给全省的这些精英来讨论 我们这个会往后要怎样来 旅行这个论路 那是我最希望的一个事情 那今天我简单就是报告 谢谢各位先进 大家好 好 好 高兴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 仰亥华人慈善文教经贸交流协会 我相信这个协会在各位来这里的时候呢 都有一个非常善良的气息 能够让我们这个会将来能够把这个爱信 散过给大家一起 大家好,我名字叫做黄怡婷 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开会来 来讲讲来华人慈善文教经贸交流协会 OK 兴奋,有了一个很好的经贸协会 可以带动年轻人跟老年人跟社会精英 而做任何公益上有对整个全球的华人有很大的帮助 你好,我是国城市准备,徐玉兰会长 是今年度的会长 很高兴今天来参加亚太华人慈善文教及经贸交流协会的第一次筹备会 早晨我就接到徐大哥来通电话 他就叫我来,他叫我带人来 他带人来干嘛 所以说我先来了解原来是经贸 他是一个慈善文教经贸的交流协会 第一次的筹备 那么很高兴能够来参与 那么更深的能够来认识 所以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各位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参与这么大的一个社会 能够跟各位精英能够举在一起 那这个代表我们台湾未来会越来越发光、发亮 就从这边迈向亚洲迈向全球 那很高兴能够来参加 我再来从事房地产以及一些商品方面 那请各位多多指教 大家好,我是罗德巴 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参加这个 亚太华人文教慈善机构的这个协会 希望我们的协会能好好的发挥光大 到全世界 让我们这个华人得到非常大的收获 对我们经济 我们经济非常有帮助 也希望大家有什么收获 谢谢大家 好 那亚太华人慈善文教 我们要经济交流协会成立 那代表的是能够赚钱 能够帮助别人才是最圆满的 希望所有的会员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大奉奉努力 把我们的协会做得越大越好 向世界发展 各位大家好 我非常高兴了这一次 能参加这一次的这个筹备会 那看到大家那么热烈的来参与 我就知道今天这个筹备会呢 非常的成功 在我们创办人 也是我们的筹备会的主持人 王万伟小姐的这个主持之下呢 很多全省各地的这些精英呢 都来到了这边 我想今天这个会呢 一定会带给我们亚太这个进协会呢 会非常的生气恐怖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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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